大家好 今天,猛猛队的猛猛发现了一个新的糖果鸡 这是一个饮料才是糖果鸡 猛猛会买到什么颜色的糖果呢? 这是一个红色的糖果 让我们把它倒出来 应该会很美味 太神奇了 红色的糖果变成了一个红色的变形蛋 这会是什么变形蛋呢? 它的身上有很多圆圈的形状 它还有两只大大的眼睛 背后的盖子还可以打开 变形好了,这原来是一只章鱼 这只章鱼好像迷路了 猛猛队的猛猛好像有特殊的装备 让我们来看一下它有什么装备呢? 按下胸前的救援勋章 出现了,猛猛的背包变成了灭火的水管 猛猛又带章鱼回家了 那你们知道猛猛的技能是什么吗? 猛猛队的阿琪也来到糖果机买糖果了 他会买到什么颜色的糖果呢? 阿琪买到一个蓝色的糖果 太神奇了 蓝色的糖果也变成了一个变形蛋 这次又会是什么变形蛋呢? 它身上好像有一个护甲 它还有一条尾巴 它的头出现了 原来是三角龙 三角龙的特征是头上有三个角 这是石草的恐龙呢 三角龙也好像迷路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阿琪有什么特殊的装备呢? 哇,阿琪的背包变出了好多东西啊 这好像是一个喇叭 这个是什么呢? 这只恐龙好像迷路了 阿琪打算带这只恐龙回家呢 那你们知道阿琪的特殊技能是什么吗? 王王队的小丽也来买糖果机了 小丽是一只斗牛犬 它想要中间的糖果 它会得到什么颜色的糖果呢? 小丽得到的是黄色的糖果 太神奇了 这次糖果也变成了一个变形蛋 这次会是什么变形蛋呢? 好期待啊 让我们一起来变形一下 这是什么动物呢? 它有两只大大的獠羊 这只动物好像也迷路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小丽有什么特殊的装备 小丽的背包弹出了一个铲子 这个铲子好像很有用呢 里面还有很多工具 小丽说 让我来帮你找到回家的路吧 那你们知道小丽的技能是什么吗? 糖果鸡 糖果鸡 王王队的灰灰也发现了这个好玩的糖果鸡 它选择了第三个按钮 灰灰太幸运了 这次要出来了两个糖果呢 里面有一个是橙色的 还有一个是粉红色的 赶紧让我来尝一下美味的糖果 哦 糖果不见了 这会是谁呢? 粉饰的王王队小狗 还有橙色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 它们都有哪些特殊的装备 这只粉饰的小狗 有一个飞行器呢 这只橙色的小狗 会有什么特殊的装备呢? 它的背包变成了两个螺旋桨 那你们知道 这两只小狗叫什么名字 分别都有什么技能吗? 灰灰的背包会变出什么呢? 灰灰的背包变出了维修工具 那今天王王队给我们带来了 好多特殊的装备啊 你们知道它们分别都有什么技能吗? 如果你们知道的话 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留言哦 更多更好玩的王王队玩具 我们下一期再见 拜拜